大家好 晚安 接下来选择现场 我们带你来聚焦的是日本政坛 今天的大事就是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那也预告着新任首相即将要上台了 好 在今天下午两点钟 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这个是前防卫大臣施破茂 他击败他的对手赢得自民党总裁大位 我们带你来了解一下他过去的背景 以及他的一些内政外交上头的主张 那他今年67岁是被称作是自民党内的在野党 过去已经是四度挑战选总裁大位 就是自民党的党主席大位了 但是过去四次都是杀鱼而归 第五度挑战终于成功 他其实在过去的党内的一些派系的部分 他自己是自己的派系 他是石破派 那常常是因为炮轰党内人士 所以也被称作是自民党内的在野党 他过去是一个军事迷 铁道迷 也因此对于研发武器是非常有兴趣的 这一点是让华府觉得对他蛮欣赏蛮有青睐的 好 不过恐怕让北京觉得对他可能不太满意的是 他要主张建立亚洲版的北约目的是要应对中朝之间的威胁 而在今天的第二轮投票当中 石破帽他是以国会议员票189票 党员票26票 加起来215张票 击败他的主要对手高市早苗 那要等到10月1号国会议员投票之后 才选出一个新任的首相 他才会正式的来上任 好 不过这个新的自民党的总裁 就是新任党主席 未来要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的多 包括他们内政问题 像是因为这个岸田的部分 他就是政治现金的丑闻 所以导致他后来的执政的民调不断的往下滑 那石破帽上任之后 当然首要之务就是对于政治现金的改革 必须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动作 另外就是日本的经济问题了 好 随着日元不断的贬值呢 那现在经济对策有什么样的解方呢 又或者是这个全世界居然的问题 就是通货膨胀不断的恶化 那要怎么样降低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 以及调涨最低的薪资 都是石破帽 他必须要端出的政治经济上的牛肉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国防的预算加税的部分 好 毕竟日本呢 先前就通过了要提高国防的预算 那在日本的这个国内 有一些民众是不满的 所以呢 是不是要为了国防预算来加税呢 好 也是考验他的执政的智慧 而其实对于这个跟台湾之间的渊源 他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曾经访问过台湾 那在过去蔡英文总统任期之内 他也有访台过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他是有跟赖清德总统来会面的 当时大家这个媒体们最在意的一个问题 也问到他了就是说 如果台湾真的有事的话 那日本该如何应对呢 好 来看到的是石破帽当时的回答 其实他回答的感觉上没有到点 而且有点避重就轻 他说应该是要从源头来解决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好好的思考是 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 也就是说如何避免台湾有事的状况发生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的话 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公开对外说明他们的结论 不过呢 之后才会端出其他的方针 而在他访台的时候 他也曾经提出说 要避免东北亚成为明天的乌克兰 好 石破帽现在当选自民党的总裁 就是党主席 他接下来也会是日本的第101任的首相 而当选之后 他立刻发表他的圣选感言 一下来听 未来石破帽上任之后要面对的是日本经济的蛮多问题 好比说是生活成本的上市 还有日元疲软以及高通膨等等的挑战 而在外交政策部分 石破帽他主张要对亚洲 还有历史保持着诚实的态度 他曾经说应该和中国大陆南北韩都要建立信任的关系 而石破帽和台湾的关系是相当的亲密的 他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访台 还拜会了赖清德总统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